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Fast1眼镜啊 它的这个反射面 是一个500米口径的这个球罐面 然后呢 它的面积呢相当于是有 3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 然后呢 它是用这个4000多块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反射面 这个拼装起来的 那么支撑这样一个 巨大的反射面 可能大家都很好奇了 是怎么支撑的 是用水里 就是去个蹬子呢 还是用铁支架呢 还是用什么撑起来 那么都不是 实际上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柔性支撑的一个网状结构 那么什么叫柔性支撑网状结构呢 实际上形象来说 就是一个大网兜 这个望远镜是这样的 我们是用钢锁结成一个网兜 就是按照形状结成一个网兜 然后呢 这个反射面板 就是三角形的反射面板 就是装在这个网兜的这个网眼上 这个网眼上也是一个三角形的 然后说到这个网兜的这个网兜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说还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当时我们在设计这个网兜的这个方案的时候 当时就遇到了一个近乎灾难性的一个问题 可能要是这个 而且也是对这个工程的影响很大 是什么问题呢 当时我们在市面上找到的十多种这个钢锁 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网兜金对钢锁的需求 就是抗批刀性都不能满足要求 然后当时的项目总工 南仁东先生起来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然后他找了很多年轻人 我们组织的很多年轻人 来一起讨论商量 然后在 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个跟这个我们国内的相关企业 联合公关 经过了这个应该是两年多吧 进行了近一百次实验 然后在这个材料工艺还有这个结构等等方面 进行了创新和这个改进 然后呢才把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解决了这个难题 那么这个中国天眼的建成已经艰难 然后也是的 但是呢 他的建成呢 是以南仁东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天文人的梦想 得到了实现 这个梦想是什么 这个梦想就是要建中国自己的大望远镜 这是好几代 应该说好多代天文人的一个梦想 得到了实现 那么今天终于得到就去年得到实现 那么从这个天眼的建成过程我们也看得到 就是国家强盛 它的经济 科技和制造业的 这种 强大之后 才有可能是我们的这种造大望远镜这样的梦想 能够成真 所以我们的梦想是跟祖国的梦想是契合的 我们也都记得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南仁东老师经常会就爬那个一百多米高的这个溃源塔 因为他当时是快七十岁了 然后非常喜欢到那个圈梁上 1.6公里的圈梁上去散步 甚至晚上也有些散步 实际上他是用他的方式来拥抱 Fast 因为他的梦想就要成功 他有生之脸见到了这个田眼的建成 但是他仍然现在还有很多愿望 很多这种梦想 需要我们后一辈的这个天文去帮他实现